滚滚长江,东是水,浪花投尽,英雄类 大家好,我是彩虹 欢迎收看彩虹解说三国杀的新一期视频 那么距离我们上次发视频好像是三天前 因为最近稍休有一点点的忙 就工作上的事情 那么不是五一放假了吗 那么当然这三天彩虹也不会闲着的 就会就是会有三期视频吧 就是第一期就是我们本期的视频 就是我们的三国杀 第二期是彩虹的周边 第三期应该是一个 跟大家透露一下吧 应该是合金弹头的第二部 就是阶级上的合金弹头第二部 这是彩虹五一假期三天的游戏视频的计划 当然肯定会做的 反正也是会按时传的 好的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五一假期的第一天 就是我们的三国杀 那么也是让大家期待了很久 好的 那么既然期待了那么久 我们废话不多讲 我们来直接开始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第一把录像 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第一把是一个什么录像呢 好的 第一把我们是一个跟这个主公正对门的大反贼 主公选择了这个我们的打工皇帝这个袁大嘴 那么看时间 他估计逃不出我们这个逃不了他打工的命运 那么他如果一犯件 那么我们不好意思 我们肯定要大归心 我们肯定要大归心 好 弓箭手准备犯件 我就喜欢你犯件 好 那么我们大喊一声 卖周公图谱 天下归心 很好 那么我们第一轮就摸到了我们最喜欢的武器 诸葛连驴 那么在这 那么有一句话 就是 梅花A的连驴是我们的最爱 当然这不是梅花A的连驴 这是我们方块A的连驴 这个好久没录 这个嘴巴都有点那个了 好 那么这个料话是杀了一刀 我们的大功皇帝 好 那么 大反贼 周公图谱 天下归心 我喜欢你曹子 不是曹操 这个曹子 给我们放大门 那我们本来就翻着 何况我们没有连驴 肯定是要动手的 这么多牌不动 就说是浪费的 好 那么 有逃的话 我们就先自残一下咯 我们不管 反正不能把连驴给火攻出去 好 山 不厌 高 海 不厌 深 那么我们出牌方面无所谓了 当然如果有机会把我们翻回来也可以 好 那么我们现在坐拥 省加仪 省富仪 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们装备区里没有省加仪 自己看为什么我们神潮潮作用省加仪 是他的技能 是他的技能 好 那么 开个五 我们拿了一个什么 我们拿了一个铁锁连环 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是要 有没有九 有九 肯定也有属性杀了 不然的话他不会拿 那个 有没有属性杀 我来找一找 有 有一张火山 那么我们要找一个自己人 要跟他们配合一下 锁锁连环 这没必要把自己给绑起来吧 神潮老板 这个主视角玩家 不说神潮老板有自虐的倾向 是主视角玩家 稍缺有一点点的自虐倾向 那么你仗的桃子多 那你就这样子搞吧 周公图谱 天下归星 那我们可以归星两次 归星三次 我们是九火杀 是承受了三点伤害 所以我们能归星三次的话 场上的牌 场上的牌基本上被我们给扒光了 那么我们现在作用神负一的话 是打不到主攻 我们尽量把这个 料化给做掉 那么因为我们一开始决斗了袁绍 你料化如果实相一点的话 就别给我发动姓春歌神迹 因为你也明白 我们是 你不是我们 是你妨碍了我们进空的路线 所以没办法 我们肯定要把你清理掉了 那么当然你的死肯定不会是白死的 所以我们带你神堂赢 我们带你神堂赢 好的 那么第一局我们 啪啪啪啪啪啪 获得了这个胜利 也为我们后面的两局 播一个好彩头 好的 那么我们来开始看一下 我们的下一把录像 好的 下一把我们是一个中胆阴结的模式 那么一号位他是名中 他是一个郭怀 是我们的郭大两两 我们选择了这个老八神的级别的人物 我们的这个黄老邪 当然不是戒黄老邪 是我们的这个标黄老邪 传说这个一滴血能 能换两张牌的 好的 那么我们的忠诚 是拥有舍身这个技能的 我上次说错了 黄斧松他的舍身 不是他武将的技能 是中胆阴结里面那个舍身 那么这个舍身怎么说 锁定机 主攻处于冰死状态 即将死亡时 你这个令主攻 就是他令主攻 上限加 加一点体力上限 回复至X点 X为你的体力数值 所以他是5D 所以我们是回到5D 然后获得 郭怀所有的手牌 然后郭怀已死亡了 那么当然 我们估计要配 既然我们选 既然郭怀 郭怀有这个 这个舍身的话 我们肯定 肯定会 配合他的技能的 当然 我们对郭怀的死 肯定不会让他白死的 肯定不会让他白死的 肯定要拿着他 送给我们的血线 和手牌 和他所有的牌 做很大的贡献 何况我们的这个中大摇 中大摇一开始也是 跳得很中很中 当然不排除 他是内奸的可能 他既然 疯狂给我们左钉的话 他应该是一个忠诚 应该是个忠诚 好 那么挂上我们的连弩 我们突我们 这个 这个 超级赛亚人 我们的super 赛亚人 brother 我们的 神将叫二把手 当然二把手估计应该 抵不了我们的 这个进攻 好 那么我们是处于 冰死状态 即将死亡的时候 这个 忠摇救我们了 如果中央没救 马超没救 张春华 春歌没救 那么我们就会 郭怀 郭怀就会触发 这个 他的舍身技能 然后我们回到无血 回到无血上线 然后获得郭怀 所有的牌 好 那么 我们 涨到物体力上线 然后 然后获得 郭怀的所有手牌 那么 真不好意思了 好 真兵 简躁 那么我们这么多 非基本牌 肯定 有一张 不适合我们的 比如说这张 金蟬脱鞘 请鞭挞我吧 攻击 请Fuck我吧 攻击 那么 过河 切球 春歌不一定那么好打 春歌不一定那么好打 满满入侵 这个难满的话 祝容应该是没有机会 放的应该是没有机会放的 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 Rother 春一死 马超离时期 也不远了 当然这个 春歌 这个好像有点 不太 不太配合我们 不太配合我们 那 没关系 他不配合我们 我们照样能送他 上西天 见他的这个路神将 见 见他的 Gordis 路 那么 这能如此对我吗 能死吗 能死当然最好了 好 那么 杀 我们不管死 因为一个忠诚已经死了 忠摇的话也是比较偏忠的 所以我们大胆的突啊 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啊 好 那么我们就是大胆的往前的杀 哎呀 好 那么 内戒死的话 不用看了 忠诚就是我们的大忠摇 忠诚就是我们的大忠摇 所以 像这个祖龙啊 点围啊 该死的可以死 雷哈 主攻快走 我们肯定是不能走的啊 因为我们是主攻 肯定不能先走啊 我们这个忠摇肯定不能 这个活没逃着了 因为他已经 给我们活没过逃了 当然不知道他这个记录 已经看不出来了啊 这里的看不出来了 可以往这边翻一下 反正我是清新的 清晰的记得啊 忠摇是活没给我们桃子的啊 好 那么直接我们一张火弓 一张杀肯定能把你带走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你手牌 手牌是什么啊 你是九桃都没用啊 是九桃也没用 不是九桃啊 你是三九桃都没用啊 何况你是一张铁锁连环啊 好的 那么也是这个啪啪啪啪啊 就是说跟第一局啊 差不多就获得了胜利啊 格式是差不多的啊 跟第一局的格式是差不多的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把咯 那么第三把我们又是一个中胆英杰啊 看一下中胆英杰啊 那么主公啊不是主公啊 这个主公我们还不知道是谁啊 我们不知道谁是主公 当然知道一个名中啊 就是这个黄斧松啊 这样的话舍身我们就不给大家介绍了 这个他是那就是一个节月啊 不是节月 奋月啊 出牌阶段限X次啊 你可以与一名任何角色拼点 若你赢 你选一项啊 这个不计入 怎么呢 不能使用 就是说 若是我赢的啊 就不能使用或 打出这个手牌直到回合结束啊 二啊 视为你对齐啊 使用杀啊 不计入次数 若你没赢啊 则这个出牌阶段结束 X为成就是场上存活的中层数啊 他是一个 民中啊 还有一个民中啊 啊 说错了啊 刚刚说错了 若我赢啊 就是说 就是说 他不能这个打出 或者这个使用手牌啊 直到回合结束 刚刚我们这个黄斧松是奋月 流氓云啊 当然这个流氓云不知道是赢了还是输了啊 我们不知道啊 不管他 那么我们是一个六号位的大内奸的话 我们最好有一把武器啊 这我们跟着这个 跟着这个黄斧松的思路打 跟着黄斧松的思路打 我们打 因为黄斧松他打的是赵云啊 我们当然不知道赵云他是杀了香香啊 反正我们跟着黄斧松打的话 我们等于跳了一个是 一个不能说是民中吧 可惜这个 这个 这个 我们还没打黄斧松啊 黄斧松就死了啊 因为 因为这个赵云 有点感冒啊 这个赵云是宗主公啊 所以 这个黄斧松啊 这个黄斧松啊 开局不力 那么对于我们内奸来说啊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 因为黄斧松你是一个民中的话 加一点体力上限啊 这个比较比较难打啊 我们都说比较难打 你血线比较多的话 我们不怎么好打啊 好 那么 这个 这样子的话 黄德是个忠成 那么 剩下的都是反贼咯 那么 有可能 黄德心里是比较清楚的啊 黄德他心里比较清楚 有可能我们 不是说黄德 黄德是确信啊 我们 孙坚 是内奸 那么 当然 流氓云的话 就不知道谁是内奸咯 因为 刚刚 黄德如果兵我们的话 这个赵云有可能怀疑啊 这个我们的大胖的是内奸啊 当然我们现在不管 赵云是怎么想的啊 那个 可以先把这个我们的保镖打死啊 因为保镖在的话 左拥右抱有点 这个 吃不消啊 有点吃不消 好 雷哈 父亲怪兽 有我殿后 就一个 哎呀 没有 那么 我们希望这个路神能把 转庞德 干死 当然你状态不要回的太好啊 好 那么也不能太过分啊 你说你连云 一直连下去啊 那肯定是不行的啊 肯定是不行的啊 那么 我们 就这样过了 猥琐一把 他这样子掉血啊 是一个 训致啊 准备一阶段 若你和上加和下加的体力值均不等 你失去一点体力 就失去一点体力 然后若如此做 你的首牌数加二 那么 他这样子的状态 肯定和上加上加和下加的体力值 是不等的 好 那么 这样子的话 吹眼我们可以不用去扣他 因为他可以慢慢的给我掉血死的 他怎么不掉了 不相等啊 如果我们和流氓云都相等啊 都是四的话 或者是 我们现在是三啊 如果流氓云 掉一滴血啊 如果流氓云掉一滴血的话 那吹眼就要死了 可惜我们没有杀啊 如果 可惜这个赵云不配合啊 如果赵云如果 就双方明确一点 吹眼的这个技能啊 他就故意卖一下 能让这个吹眼死掉 当然他应该也是比较明确了 我们是内奸肯定是要把握好人数的啊 好 那么路神我们就先放在一边稍微压一下这个我们主攻的血线啊 因为路神的话 我们说实话 路神我们可以因为他状态不是很好 我们可以用眼睛稍微瞄着他啊 不能让他过分啊 所以他如果一旦过分的话 我们就要打路神啊 当然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压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 这个流氓云啊 那么他猜就猜啊 无所谓 那么到时候我们来给你来个大英魂啊 问你怕不怕啊 一旦被炒的话 或被热那我们就没必要卖了啊 好 那么我们就这样过楼啊 能长能短 能进能出啊 那么你能长或者能短啊 都不关我们的事啊 我们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要这个把路神要不能瞄着他了啊 稍微要急火一点啊 因为赵云的这个上啊 不能赵云的状态啊 已经被我们压下去了 所以这个路神我们就不需要拿眼睛瞄着他了 我们就要实干你了啊 好 那么 不诸此贼三竹 怎无私不眉目 好 那么 打啊 就打路神啊 当然这个 现在打路神的话 我们就要 眼睛就要瞄着赵云啊 不能让赵云太过分啊 我们要好 这个适当的要 把握好这个 适当的把握好这个 这个 这个 两人的状态啊 好 好 我们路神比较过分啊 你这样过分的话 我们就要来干你了啊 好 决斗 你 你敢联营 我就敢让你掉血啊 好 那么 就 桃子我们就 不给祖宫留了啊 因为祖宫有个八卦阵 你血线二的话 至少还能 这个撑得了啊 当然还能撑得了啊 满满入侵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慢一下啊 啊 嗯 闪 这张火攻我们先留着啊 让这个流氓云帮我们压一下赵云的血线 那么关键的时候啊 你火攻如果千讯不拿牌啊 千连不拿牌的话 我们就直接杀你啊 那么火攻我们肯定要留着啊 要到关键的时候啊 到关键的时候留着 好 那么 卖 这个肯定要卖了啊 闪 你南蛮我们敢卖 但是九杀的话 你南蛮杀我们都可以卖 但是九杀我们肯定不会卖的 哎 这 这比较 比较那个啦 以为我们一张杀能带走他 这个家伙 这个瓜袜子啊 有点 操蛋的很啊 被他那个拿了一个桃子啊 当然 这个赵云的话 没啥 闪啊 这个 好在赵云收着牌也没 多大用处啊 好 那么我们 莫一丢啊 不诛此贼三竹 则 无死不灵目 好 按照我们沈嘉宜的状态 我们可以大卡一波 哎 这 这是人王盾来的真不是时候啊 但是我们如果这样的话 能跟他磨一磨啊 能跟他磨一磨啊 能跟他磨一磨 你就说 我 英魂啊 虽然我们是个 当然现在是大英魂 刚刚那个英魂啊 是个小英魂 虽然让你 就是说 有防御的牌啊 但是 能 能让你这个 就是说 蛋疼得很啊 当然现在我们大英魂的话 你肯定 有点赤不消啊 好 那么 这就是失败的自卫 妈 那么你如果一代要起了长武器啊 你一代起了长武帝 那就是你死我活的状态啊 反正就是说 你有了长武器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王啊 好 那么也是我们最后一局大内斤啊 中打英杰的大内斤也是这个艰难的获胜啊 就是说 差点啊 就是我们差点就进入了这个你死我活的状态啊 当然 我们好在这个这个排队是比较助我们的啊 好的 那么我们这个本期视频的话也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么结束的时候啊 也祝大家这个五一假期快乐啊 那么 该到哪里玩啊 去哪里玩 该去哪里玩 该去哪旅游去哪旅游 但是旅游和出去玩的同时啊 千万不能忘记一件事啊 那就是要观看彩虹的视频啊 好的 那么 嗯 最后两句话 那就是屏幕的左下方啊 有个投稿邮箱啊 希望广大的三国沙玩家 能给彩虹踊跃的投稿 那么第二句话 那就是传说当中的 谢谢大家喽 好的 谢谢大家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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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